大家好,我是小潘 现在是晚上下班之后 然后我到市场上来看一下 看到还有很多的猪肉摊 还有特别多的猪肉没有卖掉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们这些没有卖掉的猪肉 是不是明天还会拿到菜市场上去卖 现在很多人都说猪肉价格上涨这么快 而且价格这么高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全国各地 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猪可卖 所以导致猪肉的供应非常的紧张 但是从目前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情况 其实猪肉供应还是非常多的 从刚刚我看到的这些猪肉摊上 基本上都剩余好多的猪肉没有卖掉 所以他们这些猪肉应该会留到明天继续卖 因为现在天气也没有那么热 可能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就坏掉 你们觉得这些猪肉可能会留下哪里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